歡迎收看吳太主婦生活頻道 我是吳太 我是吳霸 看到我們兩個人今天的穿著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非常非常的夏天 想必 今天這一集一定跟以往的不太一樣 那吳太你覺得我們今天要做些什麼 我們要去馬爾地夫嗎 還是去巴黎島 蘇美島 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 還是去 衝繩 再近一點 小琉球 再近一點 奇蹟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今天要做的影片呢 嗨 又是一個開箱的影片 但是這個開箱影片的內容物跟旅遊 其實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你剛剛猜的那些地方 其實也算對 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開箱吧 這是什麼 這裡面有三個東西 那我們就從包裝最大的開啟好了 首先呢 一個來自一間叫做Murmur 這個公司的商品 那第一個要為大家開箱了 其實是吳太期待很久的 這個包包 為什麼吳太會期待很久的 因為他每次出國 不是出國 出去玩 絕對都會大包小包 一大堆東西 然後往往袋子都撞不夠 尤其是回程的時候 對 尤其是回程的時候 你一定要準備一個這種 才有辦法裝我們的購物品回來 對 所以我們這次買了一個袋子 這是Murmur 的一個收納式的旅行袋 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觀 它的顏色 大家在攝影機前面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它其實是黑色的迷彩 我們把它打開來 它袋子拿出來長這樣子 那那個Murmur 這間公司的logo 印在正前方 非常非常的簡約 非常非常的可愛 那它的顏色其實有很多種 吳太比較喜歡這種迷彩的感覺 黑色的看起來比較低調 而且也不容易長 那除了一般標準的這個 雙手的提把以外 它還有附一個這個 剪壓式的肩背 這樣一背起來 很潮 很好看 男女都可以用 還記得以前念國中高中的時候 那個書包的肩袋都要弄到特別短 要背在這邊嗎 出去就是這樣才下爬 很帥 好 那我們打開看一下裡面吧 它的這個正上方的開口 非常之大 大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高到無態整個人都可以 沒有辦法整個頭都可以套進去 好啦這可以當媽媽包啊 方便 它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特點 就是它的上面的拉鍊 有兩個拉口 換句話說 大家可以從左邊開到右邊 同時 你也可以從右邊開到左邊 那雙邊都可以做開關的這個設計 很棒 很貼心 不用沒事這樣 尤其在黑夜找拉鍊找不到頭 那裡面打開之後呢 置物空間非常的大 而且廠商非常的細心喔 裡面是灰色的 就連灰色的地方 唉唷 也印上了很多murmur 的這個小型logo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素雅 裡面有 其實置物的空間很大 然後有兩個簡單的夾層 可以讓你放一些 一開始就要繼續拿到的東西 口方便的 媽媽包可以放尿布什麼的 不錯耶 那除了正上方的開口以外呢 它側邊這邊也有一個 U型的拉鍊 這個U型拉鍊是幹什麼的呢 其實出國玩的時候 不可能只有帶一雙鞋子 假設我今天去海邊 我可能穿拖鞋 但是我晚上可能要去參加什麼晚宴 我可能要帶一雙平底的休閒鞋 或者甚至是皮鞋等等的護鞋 你可以放在旁邊這邊 那它分開格的用意就是 你鞋子放這邊 你的衣服裝在這裡 你鞋子髒髒的灰塵 絕絕垃圾 不會去沾到你平常要穿的衣物 所以我覺得這點這個設計非常的貼心 那當然你也不一定要拿來放鞋子 你要放其他的東西也是完全OK 像吳太剛做的媽媽包 尿布放這邊 奶瓶放這邊都很好拿出來 裡面也蠻大的 它的底部有大概 五把一個手掌 這麼快 蠻好的 後面 後面有個小拉鍊 有小小的置物空間 也可以讓大家 放一些隨手需要拿的手機啦 鑰匙啦等等 那在這個置物包的後面 有一個很大的掛鉤 這個掛鉤呢 就是大家 如果你平常出去玩的時候 行李比較多 你有推一個行李箱 這個掛鉤等一下可以插在行李箱上 那五把等一下會把自己的行李箱拿出來 套給大家看看 那除了直的地方可以掛 據我的了解 它橫的地方好像也可以掛 正面的地方 有兩個 這個勾條 這個掛鉤可以幹嘛呢 你可以拿來掛毛巾 如果你去海邊玩 或者你可以掛外套 就把它從這個縫裡這樣 摔過去 你的毛巾你的外套 就掛在外面了 很方便 然後剛剛說的 旁邊 這邊有一個U字型的這個 開口 可以放鞋子 無霸的拖鞋 室內拖鞋 我們就把它塞進去 我的腳很大 我的腳的長度29公分 10.5 就US10.5或11 放進去 沒有問題的 反正它的收納空間真的太多了 光袋子 外面就1 2 3 3個 但是這裡也可以放 3個大袋子 加上前面掛外套 掛毛巾的掛鉤 背後掛水 或是圍巾 有時候出國不會用圍巾 好不錯的 好 這是第一個 買的東西 Murmur的這個 折疊式的旅行袋 大推 好 第二個 按照尺寸來說 第二個大的是這一個 好 這個也不錯耶 常常出國玩的人 都知道很需要這個東西 我跟妳講 這是什麼 好小喔 這是攜帶式的 Murmur牛角景枕 那它的外面一樣有一個 他們 牌子的這個 外套 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簡單 好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很漂亮耶 它可以縮這麼小 它可以縮超小的 一般我們帶出去那種 還要吹戲 要不然不能吹戲的就是 掛在哪像笨蛋一樣 這可以縮到這麼小 跟我的手掌一樣 可能比我的手掌 這小一點點 這超方便 而且 就算 你沒有要 掛在脖子上 你把它收起來 它扣在包包上面也很爽 出去玩 除了自己好看以外 你的裝備也要厲害 然後打開以後 長這樣 像一個蝸牛一樣 好可愛喔 它的顏色有很多 無霸間選的是黑色配灰色的 那打開之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塑膠的 像這樣的植母扣 按開 啪啦 整整就打開來了 蠻舒服的耶 很軟 它是好像什麼記憶 捏起來有點像記憶整的感覺 我來帶看看吧 我是不是呆板啊 我不知道哪一個 應該是 對 它這邊有一個凹槽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有 這裡有一個凹槽 你把這個凹槽朝下 掛在脖子上 那如果怕自己睡著 緊疹噴掉的話 前面有個扣環 可以把它拉起來 這個大小也可以做調整 你可以把它拉緊 嘿嘿嘿 嘿嘿嘿 欸 不要睡著了 要跟我說 我自己本身做旅遊業的 我有很多很多個警診 還沒有睡過個像這樣子如此舒服的 舒服不是因為說它記憶的那個軟 當然也是其中的原因 我覺得是它那個符合我們脖子跟臉頰 形狀的那個設計 背後的那個U型 但它前面這邊有下縮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直接靠在 就算牆還是椅子 那個頭一倒下去 它基本上是不太會移動的 就讓你很舒服的 會在這裡 有時候我們坐飛機 我們飛日本短線 有的航空公司 它背後那個椅背的那個脖子的地方 有兩個耳朵可以這樣折起來 你可以靠在上面 但是因為它那個會鬆 所以有時候靠久靠到一半 也是會弄到別人 有的航空公司 它就沒有這個設計 所以就非常需要一個這樣子 倒下去 就可以直接睡了 喔 很舒服 好了 輕輕 要不要戴看看 真的很舒服 真的喔 把它扣起來就好 這很好耶 這很好看耶 你看 很舒服 好 像吳泰這種 睡覺很容易流口水的人 這個能夠買嗎 這種通常很難清理對不對 口水很臭 我跟你講 很大的一個優點 它背後有個拉鍊 就是如果今天沾到了口水 還是你在喝飲料的時候 不小心打翻在上面 拉鍊拉開之後 它裡面的記憶棉 是可以整個抽出來的 換句話說外面這個布套 你是可以拿下去做清洗的 晾乾之後 再把它塞回去 就可以重新使用 那它除了套在脖子 好方便喔 對啊 它除了套在脖子 如果你平常常常做辦公桌 久坐 腰容易痠的 這也可以拿來墊在後腰 而且它的那個記憶枕真的很舒服 喔 這跟我的枕頭一樣 枕頭也是記憶枕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放在車上也可以吧 椅背假設是這樣指的 我們人坐在這裡 那當我們的背部 貼靠椅背的時候 因為腰這邊會有個這樣 像你凸出來的空間嗎 臀部在這裡 背在這裡 這邊是空出來的 我們把這個緊枕放下去之後 它剛好把這個空隙的地方塞滿 好像有人在背後這樣抱著 你這樣 你看以前一分鐘可能只能打20個字 你有了這個以後 一分鐘打50個字都沒有問題 很舒服耶 真的很舒服 你要不要看看 我的腰很粗喔 我34腰都掛得下去 無態32腰的應該更沒有問題 我到32啦 28啦 很舒服喔 很舒服耶 天啊 很舒服耶 好 我覺得你在車上坐 坐車也可以靠 好的 坐車也可以 坐火車什麼的 而且最近這個武漢肺炎的事情 開始慢慢慢慢要結束嘛 國內很多旅遊也慢慢慢慢開啟開放了 大家在家都悶壞了 趕快出去玩 如果你要坐火車 還是坐遊覽車的 長時間的這種車程 有一個這個小物 真的很棒 待在身邊 然後收起來又方便 你看我們今天 坐完飛機了 下完車了 捲捲捲 收起來把它靠進去 裡面有一個這個扣環 你要炒上 你要露出來 這樣我們才可以掛在包包裡 大家要記得喔 如果你收進去的時候 你是要把它掛在背包上 它的井枕上面有附一個塑膠扣環 像虎克船長的那個勾勾一樣 記得讓這個勾勾露在外面 這樣你裝完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扣在 你買來的這個Murmur包上 配著Murmur的牛角井枕 有沒有 一組一套的 很帥吧 這是第二個東西 第三個東西 小小的 很酷喔 這個我也覺得蠻酷的 這是什麼 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吧 我拿進一點 它是粉紅色的 然後上面有繡黃色的字體 上面寫著 台灣金です 帥喔 這個東西叫什麼呢 我看一下它的名稱叫什麼 它的全名是什麼 這個東西叫什麼呢 這個東西叫做Murmur 一樣同一個公司 有一個M 更可愛 叫做Murmur的飄帶 它是一個會飄的袋子 那這個飄帶呢 要掛在哪裡 它上面這邊有兩個鈕扣 這個鈕扣打開之後 你可以把它掛在你的背包 掛在行李箱 甚至你要耍酷的 你掛在你的皮帶上 露一條這樣出來 好帥喔 隨便穿 都好看 這飄帶 是幹什麼 我們來實境測試一下 上面寫著 台灣金です 假設未來旅遊業慢慢慢慢 舒緩的起來 又可以出國工作了 假設你去到日本 你背著背包 走在路上 一個寫著台灣人字樣的東西 就掛在你的背後 你走到哪裡 人家都知道你是台灣人 是件多光榮的事情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棒很棒的 想法跟idea 那這個東西還有一個很厲害的特點 就是如果你們去他的網站 到時候有請吳太 把他的連結放在下面 去他的網站 你找到這個飄帶 他是可以百分之百客製化的 什麼叫做百分之百客製化 第一個 飄帶的顏色 大家可以自己選 不光是粉紅色 他有好多顏色 不知道你們可以自己上網看 除了飄帶的顏色自己選以外 你上面要秀什麼字 你也可以自己決定 你不一定要像吳爸寫台灣人 如果你是美國人 你也可以寫 美國人 或者你也可以寫英文 你也可以寫 I am from Taiwan 所以字體你可以自己克制 或是弄自己的名字 弄名字 也可以 那甚至你不一定要只買一條 你可以買三條 三條可以分成寫不同的字 也是可以的 那除了字 可以克制 上面的顏色 換句話說現在的這個黃色 這個顏色也是大家可以選的 所以這個東西 非常非常的不錯 而且又很便宜 我覺得很時尚 這就買了 才三百多塊而已 這個很棒 放在行李箱 你就是很好知道 喔那個行李箱是我的 沒錯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三個東西 全部裝到行李箱上面 讓大家看一下 謝謝啦 在旁邊 就如大家所看到的 這是我自己的行李箱 那看得出來 它經過非常非常多歲月 這個摧殘 那我們接著就把 Murmur的商品 一樣一樣的 套到上面 我們從最小的 開始 嘿 剛剛做的這個 Murmur的飄帶 這個Murmur的飄帶 掛在哪裡呢 手提行李箱上 通常有兩個提把 一個在正上方 一個在側邊 那你要掛在哪邊 都可以 我們就從正上方來掛看看 它的使用方式也非常的簡單 套進去 兩個扭扣 扣起來 完成 欸 你看多漂亮啊 超好看 你的行李箱在轉盤上 飄來飄去的時候 你也根本不需要去貼一些 有的沒有的貼底 裝上面這個 你遠遠就看得到了 拿行李箱 不用在人山人海裡面 搶來搶去 找來找去 有飄帶 事半功倍 而且你可以選顏色更鮮豔的 而且不一定要一條 你弄個三條四條 像中華民國的國旗 是青天白日滿地紅 你可以用白色 紅色 藍色 掛在上面 去法國的時候 就被法國人直接拿 開玩笑 飄帶可以這樣使用 第二個東西 剛剛有講到這個 Murmur的折疊 旅行帶 我們有提到它背後 有一個這個 可以塞行李箱 但是剛剛用言語文字上的敘述 可能大家沒有辦法很了解 先來實機組給大家看 手提行李箱的提把拿起來 背後這個插帶 直接可以 套在 行李箱上面 好 這樣一走來走去 用推的的時候 行李箱就不用背在身上 非常非常的方便 很舒服 很輕鬆 這是第二個 Murmur的商品 這個 折疊 的 旅行帶 第三個東西 剛剛說的這個 Murmur的緊枕 牛角緊枕 那我們有說到上面有個掛鉤嗎 這掛鉤可以掛在哪裡呢 這是 我爸 上班 所背的這個 公司包 我的 所有需要的文件資料 我都會放在這個包包裡面 那上面呢 你就可以把 旅行的緊枕 掛在前髮 好很帥 這樣背著很好看 這是 有沒有 有沒有 很好看 對不對 像一整套的 夏天 已經就在轉角了 如果你還期待旅行 憋了很久的 趕快 為今年的夏天 給自己多準備一些裝備吧 Murmur的旅行飄帶 Murmur的旅行摺疊包 還有 Murmur的旅行行整整 這些東西 缺一不可 喜歡的話 可以到下方的連結 點進去 看看它都會有優惠 大家可以做自由的挑選 那 我就先走了 大家掰掰 我們下次見